這個三角形進來,幹嘛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決定這棵樹倒下來的方向 因為我如果把它切下來,再來就對一邊劍 另外還有一種補助,我要控制這個木頭倒向哪裡 譬如說我現在用這樣一坑 再來就這樣 我感覺有一點歪去,我旁邊再打一個洞 然後用三角形的木頭打進去,當作氣,控制這個方向 那個很準的,不然會在西洋 那就是西洋,我應該馬上拿去 給你看,當初在做的,你本人在做的時候 那裡如果比較大,他們都不在這裡做 都大雞子上去店館做了這樣,沒辦法嘛 那要做一堆木頭,然後補皮膚頭,你知道嗎? 札吉頂,他帶阿里山在做出來,是阿里山一堆一堆 木層來的這個夫婦這樣兩個在做業的 後來再把他的技術傳下來 那這個就是都砍完的,還沒有集彩的 剛才有說過怎麼樣集彩的往事 這是以前的檜木,這個講過,講過 我們今天去看的那個阿里山神木有沒有 就是這張 隔頭前的就是第二神木 也是在那附近,第三神木 你們在看這些神木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 那張小子在那裡有三千年 不會被雷打 國民黨接手以後,連續被打兩次 那兩顆留著,旁邊的都砍光 一數獨大,啊,雷不打你要打誰 你就是這樣來的吧 我一個人班,這研究的過程,這不要來講阿里 這要來發揮 另外就是敏業性的地方 這只是一個記憶告訴你 到敏業的地方,敏業的最高木橋 高哪,八十丘 八十丘,八十丘你就注意多少 乘以零點三三就是公尺啦 二十五公抽館 這齁,以前的這種你知道嗎 這全國都行都去的 那個現在的新宗龍有沒有 新宗龍公路以前就是鐵路嘛 然後再沿著那個鐵路再透翻了 當時要做這之前 先要拆掉舊有的鐵路跟那些鐵橋 那林武吉就發包 陳野霞的爸爸就是標道 這個標是怎樣你知道嗎 標道不是說 不是說公家要給你錢 你來拆,不是 標道是我幫公家拆這一條路 然後你還願意給公家多少錢 因為拆下來的材料不得了 光是這個東西就可以賣幾百萬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所以是出家的,我要給你更多錢的鐵橋 比較辦法標道 然後呢,那些拆也賺幾百萬 那賺好賺 那不一定賺好賺 你要賺這種 後來跟國民黨政權的心 那國民黨的心理不一樣 說真的,我這裡偷偷透露一下 我們那個中人,我訪問他不曉得多少次 訪問不曉得多少年 有一次呢,問到比較兩個政權的時候 他說,啊 越來越多混亂,越多亂,越多何賺錢 他說,日本人的時代跟國民黨有什麼不一樣 他說,日本人的時代,我們台灣人比較有尊嚴 欸,怎麼會是這樣 怎麼會是這樣 日本時代,台灣人比較有尊嚴 跟你們聽到國民黨教育都不一樣 對不對 對,但是齁 我不會當來之後才會比較好賺錢 至於內容不告訴我 你看到你夜線這裡